早上呢,刚刚接了一台卡验,钥匙看起来都好老 这车呢也是,应该是上上一代了 因为新款的20款的卡验刚刚出来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车非常的脏 然后这台车呢是来贴车衣的 这个车呢已经开了十年了 公里数可以看到,22万公里,已经很老的车了 但是这个内饰保持的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干净 然后它这个订了个坐垫套 坐垫套,里面的皮还全好的 这种呢就属于自己没亲身体验过真正的真皮啊 整个包了坐垫套,后排也一样啊 坐垫套倒是不错啊,看一下几几年的车 13年了,13年,刚刚好十年 可以看到3D的脚垫啊 看原厂的这个脚垫,你看真的是还跟新的差不多 跟新的差不多,坐垫也是 包括这个内饰啊,除了这里 我们把手这里摸损的看起来比较厉害,其他的都好好的 早上车主来的时候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这台车呢已经陪伴他们全家人已经失业时间 加上这个车,包括外观,包括内饰还都是挺新的 他们平时保护的挺好的 然后他们打算继续开下去嘛 一个最近他们把这个整个底牌的一些秤套啊什么东西全部给它更换掉 然后加上今天呢,过来再把外观的那个车衣贴,又是一台新车啊 所以说可以再战四年 平时自己都是开电车为主 然后他儿子又买了一台分驰的EQS 他儿子喜欢开那个车,然后这个车呢,他也不可能传承下去 但是没办了自己这么多年嘛,就可以留在这边 然后他老婆偶尔开一下,就出于这个目的啊 然后把这个车衣呢,全这个贴一下吧 我觉得挺好的啊 很多人说,只有新车贴车衣 其实这种老车贴车衣,其实更好 已经整整十年时间都是在这个裸奔 然后贴一下,保护一下 这车衣这个东西呢,一个是保护原厂车器啊 毕竟他这个车全部都是原厂车器 还有一个呢,就贴完之后呢,连缓这个车器的老化 因为做成膜呢,帮你抵挡掉了所有的一些伤害 或者把这支摩一丝呢,里面还是全心的 不会伤害到这个车漆 好,我们稍后呢,就开始动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